要不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什么 你刚刚说 搬去你家 是啊 我不可能天天带瑞瑞去店里 你的工作正好不用做班 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带瑞瑞 不是正好吗 那个 你要是工作忙呢 你可以把瑞瑞送去我家呀 不用非搬去你家吧 我想过了 一天两天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爸天天这样 孩子会觉得咱们俩都不想带他 我不想瑞瑞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被我们当皮球一样提来提去的 你考虑考虑 保持保住 而且你来的话 瑞瑞会很开心 我 想想 妈妈 我想必了 我答应了 怎么还不来 不会是后悔了吧 小姨又想干爸 不知道是信任还是不信 干爸就是看看这个玻璃脏不脏 可能得找人来擦擦 那小姨来了吗 那小姨来了吗 没有 不许多 就要来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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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瑞走 小姨 你们要出去啊 跟爸去店里 对 我要去店里 那你去吧 我路上堵车了 瑞瑞我来带就行 不差这两分钟 先进来 走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厨房 客厅 往里走的第一个房间 就是书房你随便用 底下那两个房间 这边是瑞瑞的 那边是我的 这个房间是你的 谢谢 瑞瑞啊 干爸要去上班了 你们自己在家 要好好听小姨的话 听见没有 好 太好了 小姨和干爸住在一起了 是 是 是 住在一起 有趣别吗 那 那 我上班下啊 干爸再见 瑞瑞拜拜 没关系 你住在一起了 这也在一起了 你住在一起了 你住在一起了 我都不可以 我都不在一起了 我都不在一起了 你住在一个家里 你住在一起了 我都不在一起了 你住在一起了 全部这个人也太无趣了 小姨给这里准备了份礼物 想不想想看 这什么礼物啊 想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小姨 瑞瑞都多饿了 那瑞瑞的嘟嘟今天想吃什么呢 鸡蛋羹 瑞瑞喜欢小姨做的鸡蛋羹吗 超喜欢 走 给你做鸡蛋羹哦 走 做鸡蛋羹哦 老大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这是新开的甜品店Sweet 离咱们家就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 全国著名的甜品店都跑到我们这儿来 跟我们抢客源 那不正说明我们做的成功吗 嗯 也是啊 咱们店已经成为这一片的地标了 也难怪他们眼红 不过 这话说回来 强龙难押地头蛇嘛 别轻敌 也别慌 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 嗯 明白 一致传媒的王总 让我亲自把花交给程总 我听了您的吩咐 将所有送给程总的花 都给拦了下来 嗯 不错 程总在办公室吗 他正和广告部开会呢 这会儿估计差不多该结束了 行了 哎 杨哥 加油 庆祝上线第一天 就打破公司的记录 遇祝以后再创新高啊 谢谢啊 不过下回 在玩剑花献佛这招的时候 记得把东西收拾干净 哎 小说了 小说了 不过 看在我这次取得一点点 小成绩的分上 还请你程总原谅我 这一点你来公司干嘛 来找你约会啊 一起吃饭 吃饭 别忘了啊 我现在是公司的头牌 所以 盛总要不要考虑一下 行 咱们庆祝 烛光晚餐 美女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再正式地邀请你喝一杯酒 这次的拍摄效果 很不错 还得多谢程总 我听他们说 前两天芮芮病了 现在怎么样 芮芮啊 芮芮挺好的 我弟和江思涵呢 说起这个 江思涵据说已经正式入住沉默下了 说是为了照顾芮芮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我估计 他们现在 正在享受一家三口的天文之乐 你对那点病啊 估计也没什么事 所以你这个做姐姐的 是不是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弟和江思涵是挺配的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 专注我们的约会好吗 行 想好时间了吗 我让小双加进我行程里 行程 行程 不是 我们的约会对你来说就是个行程 不然呢 承煦 我在追求你 谢谢 我们俩不合适 合不合适 你说了可不算 你干嘛 我要把你这狠熏的女人给卖了 去吧 老大 我刚可看见了啊 这是不是新品 我先 不是给你的 不是 帮我关店 同志们 下班了 老大 看啥呢 老大 设急车去哪儿啊 下班啊 回家 不是吧 咱们开店这么久 是我第一次看老大 整点下班 你看见老大 刚刚手里的甜品了吗 我刚刚呢 想要常来着 他居然不让 你说这老大 都多久没有研发新品了 这事肯定有梦里 老大走得这么着急忙慌的 肯定是要约会去吧 别瞎说 我感觉老大是担心瑞瑞 没看老大今天自己来上班 没带瑞瑞 对吧 这有了孩子就是不一样啊 老大这种工作狂魔 都能变成绝世奶爸 对瑞瑞真好 你学着点 叫爸爸 我也对你好 孙献宁 行了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呢要是想早点下班 就早点把活都给干了 一会儿上我家 我给你们弄好吃的 行不行 你说的好 那说好了啊 来吧 忙活起来 快干吧 快干吧 林哥 我给你买了个东西啊 记得去拿啊 什么东西 带娃神器 不 heard 我看不懂 好吧 我给你买了 BAR 我给你��不鸣啊 我他把照片发起帘 前两天我和锦阳哥八卦了一下 之前来咱们店里 采访老大的那个姜思涵 居然是瑞瑞的小姨 白哥 我以为多大的卦呢 就这 我看也未必吧 白哥切这卦啊 就挺大 就是 经我出手的卦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还有吗 你看 别买卦子 赶紧说 据说啊 老大已经和瑞瑞的小姨 同居了 而且还是老大先动的手 哇 老大牛啊 看来 我也得向老大学习啊 你啊 你没必要 兄弟们 还有还有 前两天我看到江思涵 给老大写的文章了 那叫一个甜蜜 你 你羡慕 我 我才没有呢 我就是觉得这事不简单 宁哥 你不羡慕 行了 吃瓜粗 好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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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更怕你这样容易娶不到媳妇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周明寄过来的看娃神器 好像是个摄像头 装吗 装呗 哇 是甜品 店里剩的 我怕浪费就顺便拿回来 想一起帮你把它打开 来 来 来 好漂亮呀 之前在你店里没见过呀 这是我最近才研制的 还没研制完呢 这个甜品 味道好特别呀 两个甜头 香脆可口 跳跳糖的味道很跳远 还有浪漫的巧克力 感觉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人 因为再次相遇 而欣喜无比 这个甜品还没有名字 要不然你给它写 那不如就见了 遇见 真厉害 来 不是说好的不拖鞋吗 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跟你说了吧 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认识今天晚上的你之后 我发现 我更喜欢你了 美女 一起跳一支舞吗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我就当你这是夸奖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你年纪太小 我可能就真的答应你了 陈玥 有的时候 年纪不是问题 在我这里是 所以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一起跳一支舞吗 一起跳一支舞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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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赶紧洗个澡 把浴室收拾一下 我带瑞瑞睡觉去了 干爸会偷懒 有道理 我监督你 你确定 你要监督我 洗澡 不是 我们监督你收拾浴室 你不准偷懒 你要监督我 洗澡 抽屉 有ướnd 全球 探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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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这么觉得 对啊 甜蜜毕竟是连锁甜品店 流水线和精品店 那还是有区别的业 只要老大一出手 那绝对打败 白哥 放心 那倒也是啊 对了 白哥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结婚不得现有房子吗 他着急随分子家了 宁高 一语中递 行啊 来来来 赶紧把你们的分子钱 都给我交出来啊 天色渐晚 来首歌吧 猜猜是哪一首呢 来 三 二 一 我紧一张心灵 让我的心情不曾分不密集 等待在见你 纯然再见不到你 他们只是累了 乘下月亮周期 去另一个星球 独自漫漫旅行 穿过时光缝隙 不计谁越风雨 背负着光 悄悄且相遇 合住公约 合住公约 为了给彼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特定以下合住公约 第一 房间为私人领域 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外道入内 第二 家里所有公共聚的卫生 共同承担 所有的花销 第三 在家里不得衣衫不整 对 可以 我加一点 什么 第四 你每次外出之前 要跟我提前抱背 为什么 我是受周明之托照顾瑞瑞 我平时不在家 就你一个人照顾瑞 你要是也不在家 瑞瑞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没问题 先做化药了 不像我的热爱变不敷 你的世界 永远不会冷却 痛或吸不停歇 你在的每天都很特别 日日也要 爱不会万千 公约成立 咱们是不是有点遗失感 咱们是不是有点遗失感 咱们是不是有点遗失感